马斯克的儿子泽维尔死于觉醒病毒 这是马斯克最近放出的新暴论 本周一 马斯克接受了保守派心理学家 乔丹·彼得森的采访 在采访中 两人谈到了美国医生甄别儿童 进行性别确认治疗的问题 马斯克声称 这种治疗方式是对儿童的残害和绝育 是邪恶的 他认为这些医疗机构 接受孩子的年龄太小了 没有形成自主认知 这使得成年人有可能操纵这些孩子 让他们相信自己的性别是错误的 作为远在中国的吃瓜群众的医院来说 这话听着就感觉让人的思考能力受到了挑战 简单来讲 就是美国人觉得 有些小孩出生之后 很快就能认识到 自己的生理性别和心理性别对不上 他可能生理性别是男 觉得自己是个女孩 那么如果家属和医疗机构的团队同意 孩子就可以接受所谓的性别确认治疗 未来如果年龄允许 还可以接受变性手术 在2021年CN的一篇 介绍性别确认治疗的报道中 其引用了一位专家的话 有些孩子早在三岁的时候 就对自己的真实性别有了感觉 三岁 行吧 咱也不知道 咱也不敢问 你说是那便是吧 那只能说这就是美国医学专家的魅力 他好就好在不是能管到我的医学专家 可以说 美国保守派的某种担忧并非是空穴来风 孩子认知的形成受外界影响很大 并不能排除一种可能 孩子在身边大人的影响下 对自己的性别认知产生了怀疑 考虑到 现在炒作LGBT议题 已经成为了美国激进左翼团体的一条阶级跃升通道 并不能排除有孩子的家长 甚至学校 会为了博取名利 而引导孩子形成另一种性别认知 那保守派媒体福克斯新闻 在2023年2月28日就报道过 一所纽约的小学的教师 试图隐瞒家长 操纵一名女孩的性别认知 但这名女孩并不认为自己是个男孩 并在这种环境下出现了自杀倾向 不过估计有些人要说了 福克斯新闻就一只恶臭老网媒体 怎么能听他们讲变形人的故事呢 那么我们不妨看一下纽约时报 在2023年1月22日的报道 注意啊 这是美国民主党喉舌说的 有些美国的公立学校 可以在父母不知情的情况下 允许孩子更改性别 报道中的主人公只有15岁 在父母初次得知孩子是生理性别女 心理性别男时 学校已经允许孩子使用男厕所长达6个月了 那家长也很震惊啊 那好嘛 我们也没说不支持变性啊 那怎么学校连我们的知情权都剥夺了 那既然这种强行白症性别认知 要从娃娃抓起的操作 在民主党控制州广泛存在 那么美国医疗机构自然能推出各种 他们认为是科学的疗法嘛 那医疗企业赚钱啊 不含着 其中有一种疗法呢 就是马斯克在此次访谈中提到的青春组织剂 马斯克声称啊 自己是在被骗了的情况下 允许儿子泽维尔使用了青春期组织剂 这是一种可以延缓儿童第二性特征发育的疗法 在美国啊 相关疗法仍然是在以较为激进的方式实施 相比之下 这一药物疗法由于无法证明其安全性 以及存在疗效的不确定性 已经在英国被禁用了 最近啊 工党正在推进这一类药物的永久禁用 马斯克还说啊 没有人告知他青春期组织剂是一种绝余药 他就这样失去了自己的儿子 泽维尔死了 死于觉醒思想病毒 这话就草点满满的啊 青春期组织剂未必是啥好药 但至少就目前公布的药效来说啊 倒不至于绝育啊 只是暂停发育 也不至于说直接立刻把孩子整死 所以结论是啊 泽维尔可能死了 但泽维尔死了又有点不可能 那作为马斯克儿子的泽维尔确实是无了 人家改名叫威维安了啊 随母姓 还说啊 要和马斯克断绝关系 当然 鉴于马斯克自己生活作风继续混乱 家里有几个逆反心理很重的孩子 倒也很正常吧 那毕竟当爹的一路是结婚离婚 再结婚再离婚 甚至让女下属给自己生孩子 这可不像是什么能够塑造出 正常家庭环境的行为啊 与其说是变性的政治问题 破坏了亲子关系 马斯克倒不论问自己啊 在外面这样乱搞男女关系 凭啥第一个前妻的儿子 要正眼瞧你一下呢 7月25日 泽维尔首次接受了媒体的采访 他反驳了马斯克的说法 称马斯克没有被骗 他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虽然有所犹豫 但同意泽维尔变性 泽维尔还在采访中表示啊 马斯克没有见到他作为父亲的责任 他在家中呢是缺位的 尽管在离婚后有共同监护权 但马斯克很少露面 两人已经四年没有见过面了 所以我们不难发现啊 马斯克这个怒喷觉醒病毒这事啊 主要是为了在意识形态上 进一步给共和党极端保守派纳同名状 他提到泽维尔啊 大概率不是因为他多在乎这个孩子 而是正好有这么一个身边的例子 可以用来塑造一个 受极左意识形态迫害的悲情父亲人设 最近啊 马斯克还计划将视角平台X 前往德州 给出的理由是 加州即将推出一项法律 禁止学校通知父母 孩子是变性人 而这将破坏家庭价值 影响营商环境 其实啊 这些都是马斯克无间不伤的一面 作为一个外来资本家 想要在美国本土扎根 马斯克必须要控制政客 但在如今金融垄断资本主义的模式下 基本没人看得上资本回报率极低的制造业 造车并不被重视 两党兼职派们没有将马斯克当自己人 而右翼民粹崛起造成的共和党内部洗牌 给了马斯克一个上贼船的机会 想当红领商人 不能口徽而实不至 企业搬迁就是马斯克在向共和党极端保守派输送利益 SpaceX特斯拉的总部 已经被马斯克从两个民主党大本营迁到了德州 X再去德州 那简直是三大金刚会失于孤星了 那作为远在中国的事发群众 我们应当警惕的是 国外政恋和逆恋LGBT功法的实际原因 都是为了政治和商业利益而服务 和人权没有一定点的关系 某些团体就要少打着人权的幌子 向中国境内倒灌民主党有害信息 当然逆恋的也是一样 别信了极右的那一套 极左和极右民粹下的身份政治 已经极大干扰了美国的正常政治 左右互搏之下 任人危险的体制当然无存 只能说这好就好在不发生在中国